Hello,大家好,我是Ruby又溪,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带来的是Blackpink中的精致秀仿妆 嗨,就让我们开始化妆吧 首先用到的是Chenel粉底液 这款粉底液蛮适合干皮的,夏天用刚好 上妆方法还是老样子 一定要先表白一下Blackpink这次发布的新专辑 真的太好听了 我最近一直在循环播放 他们四个人都各有魅力 偷偷的实力女团答应我一定要入坑 用美妆弹拍打均匀 上完底妆我们就来上遮瑕 这次选的是NAS遮瑕液 涂在黑眼圈,鼻梁,暗沉需要提亮的地方 用美妆弹拍开会稍微轻薄一点 如果是难遮的瑕疵可以二次点涂 这款遮瑕干皮适合夏天用,冬天有一点卡纹 因为是韩装,定妆我选择稍微轻薄一点 带有一点微珠光的散粉 轻轻的在脸部拍匀 如果你是油皮夏季出门一定要记得补妆 或者是多拍几层散粉 这次画眉又是熟悉的眉粉 它因为戴了假发眉毛看不太出来 我就画了一个韩国基本的一纸眉 其实我平时不是很喜欢这种眉毛的 终于到眼妆啦 用到了这一盘很漂亮的眼影 蘸取浅肉色 有一些非粉 蘸取以后一定要多敲打几下 给眼部进行打底 压光色去除眼部的浮种 这一盘是我第一次用的 蘸取亚光粉色 暈染至双眼皮上2毫米的位置 再来蘸取珠光粉红色 颜色比较偏红一点 画在双眼皮褶皱内 这次它的造型跟以往不太一样 但是粉发很惊艳 用浅粉色暈染下眼睛部分 范围要大一点哟 蘸取之前的粉红色加深下眼尾 今天的眼妆步骤稍微多一点 但是这样晕染起来很好看 蘸取浅粉色打亮眼睛中间部分 范围偏大 再来蘸取珠光银色 小范围的点在眼睛中间 用很闪亮的眼影液点亮眼头 范围很短不用晕染开 最后同时蘸取两个粉色 加深上下眼尾 今天的眼妆是细长型 眼尾可以稍微向外晕染多一点 再用晕染刷过度 眼影就完成啦 画眼线之前先来夹睫毛 像这样慢慢的向上转动 多夹几次 黑色的眼线用眼线笔 或眼线液笔都可以 先来画基本的内眼线 再来填充外眼线 重点不要连接到眼头 直接连接到双眼皮线 眼尾向外多拉出来一些 看清眼头和眼尾的重点 眼线画的宽 我就不贴假睫毛 涂基本的睫毛膏 上下睫毛分别涂 眼妆完成了 我们来修容 鼻影必备组合 占取右边的颜色 它的鼻梁很好看 细细窄窄窄的 比较秀气 我们就按常规方法来修鼻梁 很多人都问我脸部修容 我最爱的是这一款 它是亚光的 它的脸很小很瘦 今天下手可以重一点 与欧美修容不同 只用打在偏胖的位置 接下来增加元气的腮红 我研究了很多遍视频 应该是粉橘色带有珠光的 斜向上轻轻扫在脸颊两边 用量不要太多 鼻头轻轻的扫一点 今天的高光尤为重要 一定要选择银白色 又是今天的重点 鼻梁是细长型 一定要打的特别亮 沿着眼下鼻梁两侧打亮脸颊 最后唇膏先用粉橘色 给唇部打底 油亮亮的比较润 再来叠加少女粉色 她的唇装很酷炫 是荧光粉 整体感觉要水润润的 为了更闪亮 我占取眼影的珠光粉色 轻轻的点涂在嘴唇上补 今天妆老拥有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爱你们哟 好看